我们之前也学了很多种不同的数字了 是时候可以深谈一下 究竟数字的系统是有什么组成的 数字的系统呢 一开始首先我们会说有实数一实数 然后里面分有理数无理数 有理数里面又分整数和分数 然后整数又会分这一堆东西 大家可以留意到我们学过例如有百分比 小数那为什么这里只有分数呢 我原来这里只是出分数的原因是因为 你所有可以在写得出来的小数 写得出来的有限小数 都可以用分数来表示 而百分比呢 又是一种独特的分数 那份没有那么对是100 所以在这个关于 数字系统的分类里面 我们就会只看分数而已 当然少数都会佔一定的比 所以稍后会再说 然后我们逐个慢慢刮开他们 看看这个系统可以怎么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自然数 自然数 那么顾名思义呢 就是在自然界数据的人 可以数出来的数 如果对应数据上面 那就是这一堆 0,1,2,3,4,5 例如我们 手上有5个苹果 那这里圈着有5个苹果 那就会对应这个数据上面的这一点 是5上面的这一点 OK 那这个就是自然数 就是在自然界数据的人 一个,两个 那 是很完整的一个 很完整的 1,2,3,4,5 那数完之后就只有5了 那 你可以挑战的地方 觉得奇怪的地方就是 喂,不是哦 我平时数绵羊 由一只绵羊 两只绵羊 开始数的哦 没有0分的哦 那0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在到目前为止 数学界 都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共识 就告诉大家 究竟自然数 包不包0的 所以这个是到目前为止 还有争论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看书的话 就会有一些会说 咦,包到0 有一些会说 不包的 不过不要紧要 那在 我日后的片段 讲关于自然数来说 不过我都很好笑 我会尽量避免用自然数这个字 是吗 不过在这一段片 那我就会说 自然数是会包到0的 0,1,2,3,4,5 例如3-3 0 那都是属于自然数里面 那等到系统完整点 那 那 对了 就是这样了 自然数 那 讲完自然数 然后就有一些负整数 这个东西 例如刚刚 咦,原来数错了 不是我有五个苹果 是我欠人四个苹果 那意思呢? 但是这里 我们手头上就是表现 我一是没有苹果 一是有1,2,3,4,5个苹果 如果我表达不到 究竟我欠人四个苹果 究竟我欠人四个苹果 可以在这条数据上面 如何表达呢? 那之后呢 那些人就开始 在0的左手边 expand这条数据了 那就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 就会有-1,2,2,3,4,5 而-4呢 就会对应数据上面 现在有三角形的这个位置 对了 就是这个了 -4就是这里了 那呢 是刚刚 如果我说 那这一堆就叫做正整数 不包0 就叫做正整数 那0呢 就没有正负的 正整数 0 和负整数 这几样东西呢 1,2,3 这三个Item 都包了 那就叫做整数了 可以吗? 这个就叫做整数了 那说完负整数呢? 那我们由 数苹果开始 我们就会得出 一个 减法 加法 的逆运算 就是一个减法 对不对? 那呢 然后我们再玩多些东西了 其实也是玩极都是加减乘除的 那呢 乘法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乘乘下 又会有除法 那除法问题又来了 那 那 因为之前说过 这一条叫做 这一匹 不是这一匹 那这三个东西 负整数 0 和正整数加上 那都是整数而已 那整数 是1就1 是2就2 没有中间的 对不对? 那你说 有 有1.5 但是1.5 不是整数 也就是说1.5 对不对? 那不是整数 那些人觉得不完整 那是时候 在中间放些东西了 例如我真的要表达1.5 那要怎么表达呢? 那之后 就说 哦 原来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有理数 有理数的意思呢 就是说 例如 我有两个数字 要在数族上表达 那在现有的这个系统 不完整 那我们开始将它 扩充 expand 去将它包 包含一些 我们都可以想表达到的数字 那1.5呢 我们可以将它表达成为 3 over 2 对不对? 可以用分数表达 因为我们刚刚画的 是尽可能 我们会将它用分数表达 -0.7 就等于 -7 over 10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负数可以代表在上面 对不对? 那只要 只要 我们可以 表达出一个形式 那 那 分 表达出一个形式 例如 q over p 那 只要 这个q over p q是一个整数 p又是一个整数 那 在这个例子 例如 如果负在上面 -7是一个整数 对不对? 10 又是一个整数 又或者负在下面 7是一个整数 -10都是一个整数 那 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是有理数 where is no number 那 例如 我们要将 1.5 放在这里 3 over 2 放在这里 -7 over 10 0.7 会是药莫里的位置 -7 over 10 那就是这里 那 这个就是有理数 那 有一些东西 原来可以叫无理数 那无理数 那无理数 那无理数是什么呢? 无理数就是说 如果我将它 用少数的形式表达的话 它既是无尽 又是不循环的 那 那 例如 有些什么呢? 例如 我们学过 跟好2 那跟好2 如果用 用这个 小数表达出来的话 就是1.414 21356 不用这么多 1.41421356 这个位置 那 因为它 不能够用我们之前 一个整数 over 一个整数的形式表达 那 那 就变成了 它不是一个有理数 那 有理数 我之前说过 我们要尽量令到 所有的数字 在这一条 数族上 可以画到的 对吧? 那现在 折不下去 那 我们就 叫这堆数 叫做无理数 那 然后 把无理数 都加入这个系统呢? 那 就可以把它折下去了 1.41421356 那就会在 3 over 2的 左手边 是啊 那 举多个例子 例如 大家知道 圆周律π 啦 那就 約莫等于 3 14 15 92654 那就不用太多了 那 如果 負π的话 我们今次 因为 左右其实都有的 那我们今次 尝试表达一下 在 左手边 負数的这一部分 負π的话 負3.1 小几 那 就会在 这个位左右 是的 10分1 3.14 那 就这个位左右 那 有理数 加上无理数 那整条 我们就可以叫做实数了 那 数字系统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那 再总结一次 数字的系统 由我们学过的东西开始 自然数 对吧 那你说自然数 可能有争拗的话 那我们 你暂时 不看它 不看这个 那你可以说 整数 是由正整数 0 和负整数 这三个东西 组成 OK 那 这个就是整数了 整数不够 那 我们加减乘趣 都学过有分数 这个东西 整数 加上分数 和所有可以用分数形式表达到的数 呢 我们都叫这些 叫有理数 再加上那一堆 不可以用分数表达的 模理数呢 那之后 这个就叫做实数了 对了 这个就叫做实数了 那知道这个系统之后呢 那我们以后就 例如说 我要在有理数上面 找一些题目的解 那你就不要 搞错有理数的定义 是什么 那 重复一次 实数里面有分有理数 无理数 有理数 有分整数 和分数 那简法来说 整数呢 就有分整整数 0 和负整数 那这个就是整个数字的系统 也是今天的全部 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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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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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